标准的音音到底是什么口音 明敦腔 国王腔 牛腱音 还是何口音 都不是很准确 标准的音音叫做RP 是received pronunciation的缩写 当然我这是英语的东北口音 不标准 我今儿特意请我儿子的英语课外辅导老师 I2K Topps 朱莲 给大家演示一下RP音 顺便说一句 朱莲老师也是英国的教育博主 粉丝也超过10个W Dear parents and students It's really nice to meet you And I wish you a really happy national day 统计表明英国只有3%的人口说的是RP 起源于19世纪 英国的语言学家Daniel Jones提出来 工学发音作为标准 比如哈罗工学 伊顿工学 其实就是上流社会的说话方式 因为上流人士都是这些工学毕业的 所以RP和我们理解的普通话不一样 它一点都不普通 是社会精英的口音 也叫牛剑音 因为这些工学的学生 后来大部分都就读于牛筋和剑脚 那国王发音是不是标准的呢 我再请朱莲也演示一下 家庭这个词 国王是这么发音的 记忆这个词 国王是这么发音的 这口音绝对是王的范儿 但是也有非常强的个人特征 研究表明刚刚过去的女王 年轻和一年老的时候发音 还是存在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所以不能成为标准 到了90年代 RP口音觉得有点装笔了 有些人开始说 带有轻微伦敦方言特征的口音 这种口音叫河口音 这个河口指的是伦敦 泰晤士河周边的地区 请朱莲演示一下 他就是伦敦人 其实口音并非千篇一律 大家在学英语的时候 就是正确的清晰的发音 远比可以模仿某种口音 重要得多 除了老师朱莲 英国ADK Topps教育公司 还有很多名师 我们家孩子还和Vicky老师补习 他讲的是英国小学的课程 明珠阅读 自然评读翻译也特别棒 我自己经常偷听 就是不敢用我的 来回答问题 有兴趣的家长们 可以私信我 发链接 你们去试听一下 检查一下你们的口音 我必须的 好是 我必须的 我必须的